鋼管節活動度 柔軟度 以及矯正不良的動作模式 就是學習鋼管節腳練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開始做以下的訓練了 就是這邊練的訓練 重新建立身體的強度 那這些訓練 無痛的時候 當你開始已經覺得說 你看完結腳練動作無痛的時候 你就可以 開始進行這些訓練 那這些訓練呢 你看他們都有把強度拉高 就是不是單純撿東西 或者是躺在地上做一些核心的 所以當然就是你必須要在先前更簡單的階段使無痛 那這些動作呢 包含了幾乎全部的平面 就是它有實狀面嘛 其實推這些動作都是實狀面的動作 拉也是行 拉船也是 那行走的話呢 就是有牽涉到額狀面的穩定了 那抗扭轉也就是有水平面的穩定 OK 所以它各種動作平面都有練到 然後建構各種平面的核心穩定性 那分成這四種 第一個是深蹲 深蹲的話 就分成這四大類推拉行走抗扭轉 那推就舉兩例子 就是第一個是深蹲 深蹲的話 首先呢 你必須先空手全範圍深蹲 如果不會痛了 才可以進階到高腳背 接下來是前蹲舉 過來是後蹲舉 其實我覺得前蹲舉比較難去 所以我一般都先交後蹲舉 可是它上面的Switch是這樣 就是先空手 過來高腳背 過來前蹲舉 過來後蹲舉 因為槓領背的越後面 就是重物背的越後面 你越得要 身體要越傾斜 所以下背部的壓力會比較大 所以我在想它的用意就是 先在比較沒有挑戰下背部的姿勢下先練習 然後最重要就是要學會那個法式操作 全程憋氣 那 這邊 我直接跳過好了 因為深蹲應該大家都會嘛 大家都有在訓練 看一個原則啦 就是最少的力矩 最要造成力矩 所以它從那種高腳背 深蹲開始 然後前蹲 就很肺炎 對對對 這是一個禁止 對 這是一個禁止 好 那法式操作的話 就 有人不會 就是我們先吸保氣 就是一樣把背擺在中立的位置之後 吸保氣 用力的憋緊 好像那種大便的憋緊 這樣子 這就是法式呼吸 HSM叫法式呼吸 它這邊叫法式操作 然後全程憋氣 因為你在做很重的話 基本上你 你只要稍微有一點 呼吸 吐氣的話 你這邊腹內壓會下降 就沒有辦法躺那麼重 好 過來是 推雪敲 OK 那這也是一種 推的動作 而且推雪敲這個動作 還不錯 因為它比較像是 我們一般會 運動的時候會做的動作 就是不斷的單邊轉 看 學校照應美金 還好 我們都來特別看 有兩種 這是我自己家的 可以學到一家 一種是 行走類 就是 行走類 就是我的腳 有超過我的重心 往前落地的時候 超過我的重心 這叫行走類 啊 奔跑類 是 我的腳 沒有超過我的重心 不要轉得不跑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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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因為我這邊 我這個不是點形的鞋 我這個是 訓練 充斥用 所以它是要推快 不是推重 那所以 大家可以 先慢慢的打轉 看能不能走 行走 也可以行走 也可以行走 或者看 對對對 我們這邊很多那種 老人家也都是做動作 因為 因為 他可能步態已經不行 可是他有東西扶著 他 健步如飛 不用說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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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院你要試試看 那他跟那個推重式的差 就是 這個就分 就是 你讓他做 沒那麼重 他做多快 還是要做很重 做很難 但是他要做很重 沒有 沒有 他就出力來源 才是有影響的 我們上面 製作的裝備 就是 力量他 力量太快 的線 所以他主力 你一定的 應該是說 你衝得越快 他會做得越大 對 跑起來很難 對 跑起來很難 所以你 因為他最高的速度就是這樣 你想要更高速 他的主力就越大 好 那個 那試試看 這樣一點 來試試看 最快的就差不多是這樣 就算你是 超級大力 是 開個卡車 最快就是這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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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我們測試過 就是好像從 一個好像 60度的斜坡 讓他往下滑 他最快的 就是他自帶上 是不是 對他自帶上 他中間有個 陸向 中間有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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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虧了 對 對 是推重的那一種 就是在草皮上的那一種 那我可以提問一下 推雪橇他的對身體的 所謂的訓練主要是怎樣 他的訓練喔 你可以把它規列在下肢推的一環 或者是說 他是負重行走的一環 應該是說我們喔 身體有幾種 負重潛力很高的動作 他很適合被拿來做負重訓練 因為他負重潛力很高 像假設我做單腳蹲 這個 我拿到 我光是空手就已經被平衡打垮了 拿20公斤30公斤 最多就50公斤 沒辦法來上去 因為平衡 首先就是我現在遇到的第一位 可是 像這種 雙腳蹲 或者是硬舉 他就沒有平衡的問題 所以他 他卡包的問題就是重量 所以我可以針對重量來訓練 所以他的負重潛力很高 這個也是 推雪橇的負重潛力很高 負重行走的 就是行走的動作 其實他們的負重潛力是很高的 所以他很適合被拿來當作 增加肌肉量 鍛鍊肌體的一個動作 他其實是全能性的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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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有 甚至有 有那個 Dang Dang什麼的 Dang Jung 反正就是 美國有一個很知名的訓練的系統 然後是Dang Jung主持 他主張完全不要練 練硬舉 蹲舉 是 你全部的訓練都應該是負重選擇 就是有關肌力訓練 對 因為 第一個 超級好教 沒有 很低的受傷風險 然後 學習逆程又很短 然後又很不容易受傷 所以他就是任何事 既然這個東西可以讓你變強壯 那我們就練成就好 就背著走 對 就背著走 或者是拖著走 或者是推著走 對 所以我們這個背著 其實很多工具 很多工具可以背 有右殼架 有右腳槓 可以拿 然後或者是 拖著一個 拖著一個雪橇 之類的 好 後來就是硬舉 硬舉呢 他推薦 先從 箱上硬舉開始 箱上硬舉就是 因為 我 越低 這個越低 這個力舉就越大嘛 對不對 對下背負而言 力舉就越大 然後越高 我的身體越直立 所以我的力舉就越小 所以就是 對下背負的負擔比較小 所以就建議先從 箱上硬舉開始 然後可以選擇一個 大概膝蓋以上的高度 那我們 那我們 這要試嗎 好 既然我都加了 他加了 我們就來試一下 其實就這樣 相上硬舉 是不是都不想吃 因為拖著會做 沒有沒有 OK 好 都假的一定要 好 OK 好 可以 過關 好 就這樣 摸一下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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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然後 然後我們再 做這個 反式滑船 好 現在我們進到 拉了 拉的第二個 反式滑船 反向滑船 好 我們到這邊來 咻咻 被拉到示範一下 用槓裡也可以 如果在健身房的話 就加一個槓裡 就這樣的動作 然後或者是曲襲 曲襲 它是躺水平一點 OK 好 會這樣 好 保持那個 脊椎中力 對 保持脊椎中力 不穩急 好 OK 可以 好 可以了 都做好了 OK 對 如果你要躺那麼平 就是要屈膝 對不對 可以在上那個 就是 想像胸口去靠近鋼 好 反向滑船 好 反向滑船 好 反向滑船 就是 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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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使用的是單手的濃縫走路 然後就是 一隻手拿著的重路 好 然後你要仔細感受你的核心感 並沒有在 行走的時候 就是有晃動 就像這樣 你看得出來 我的肩膀就不斷地這樣擺動 所以就是 你可以稍微摸著自己的肚子 盡量 你要想像兩邊的肩膀 是 因為 當然會隨著越來越重 你會越來越傾斜 會一邊高一邊低 可是你必須要保持這個斜度 像這個還沒有很重 所以 他基本上還可以水平 所以 往前走的時候 要盡可能水平 而不是這樣 他下來的時候 如果他 如果他有點重量的話 你可以 回到 RDL的姿勢 把他放下 他起來的時候也是 RDL的姿勢起來 好 這樣子 因為這個 要稍微做重一點 才有感覺 所以我們建議男生 你先輕鬆走 你就會發現 你的肩膀有在搖晃 你 你先輕鬆走 你的肩膀有在搖晃 你 你 如果 如果你要讓肩膀 不要搖晃的話 然後他 你有點頭背 可以包帳 好一點 對 看 看著有人抱 就不會 對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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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那種 就是 滾動型的走法嗎 那個 那個 雨婷 滾動型的走法 就好像你的腳是這樣的 滾動型的走法 滾動型的走法 對對對 比較會不穩 你看 這要跌倒了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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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你需要去練習嗎 這就是你需要去練習嗎 好 我每天就 12公斤太重 你就拿8公斤太重 欸 欸 你這樣 這個訓練一般建議都是會 用時間來擠 好 用時間 就走個30秒 1分鐘 他裡面沒有寫 但是 這種 負重型走練的 會建議用 就是用時間 他 通常都因為受限於場地 所以突然就抓個 10米 20米 他慢慢走沒關係 你可以想到他 他練的其實不是行軸的 對 他練的行軸 他有點像棒式的 他有點像棒式的 他可以看 他可以看側彎 他可以看側彎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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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叫做 這個叫做 英文的話 叫做 就是公式保走路 行李箱走路 公式保走路 還有另外一種 他裡面有推薦另外一種 就是更難的 你的核心 只要有一點點跑掉 都 不可能成功 就是這樣子 刀持 刀持乎力 然後 他的這個角落 落在你的 大魚祭的這個掌根上 然後一樣 在這邊 不要動 身體不要動 阿如果你 如果你身體有點動的話 真的就握不住了 這個很難 這個很難 很難 好 OK 對 拿小哥的試試看就好了 好不好 那很難 那很難 媽媽 因為你要 九十二 太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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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不出去 走不出去 他會走不出去 然後如果你發現你是在 緊握這隻 胡靈了 那也不對 等一下 等一下你們可以這樣 這個角落靠在這個 大魚祭這裡 他輕輕的含著而已 然後 小心的不要移動到你的核心 好 那如果你開始這樣 走路 他就會掉 你可以撕 這個輕鬆 太難了 然後 漢明這個其實也是一種做法 他這個更難 因為 你腳如果有 你是用腳落塞著的話 他很穩 如果像漢明這樣子 他是 放在平平的 平平的會滑 這樣比較難 這樣比較難 如果是這個 如果是這個 就是腳 他如果要去 就這樣 先這樣你就好 這樣 可以出發了 先翻好了 翻好了 這顆 小牌 那顆看起來好可怕 藍色感覺 要打到頭 離他遠一點 一顆 然後你發現開始要緊握不到你的話 那其實就已經失去平了 你可以重新瘦點 好 接下來還是核心抗旋轉 不要被帶走上胸部不要被帶走 好可能可以做個 我忘記他上面寫就知道了 反正就是 8下4下 然後像像我們的話我自己是 我叫做核心拜拜 我都是這樣 就這招多一點勞動 核心拜拜 啊高貴姿貴姿站姿都可以 這其實都可以 如果生不出去也沒關係那就 就這麼多財氣 也放了 有 在家中 只是在誰 有 有 在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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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在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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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可是因为他是要锻炼核心嘛 所以他因为他是站姿的单臂滑船 他其实也是一个抗旋转的运动 那这个 大家看我做做就好了 还是想做也可以啊 单臂滑船 那所以抗扭转就是这样子 好接着就是 当我们这些练到也都没有痛了 也都很舒服了 那深蹲硬举也都回到 之前的70% 的重量的时候 就是在你受伤之前 70%的重量的时候 他这个其实是 寫给力量型运动人 他先假设大家都在练 ok 接着我们就是要恢复 过去的那种高水準的运动表现 那要回复这个高水準运动表现呢 你首先就是 你要先检讨一件事情 就是为什么你自己会受伤 你一定是 少做了什么 多做了什么 或是说 你肯定是需要一些改变的 所以他就建议 你在这些改变里面呢 你要多练一些什么东西 好 就多练这四个 第一个是奥林匹克的举重 暂停适应局 僵尸前蹲 跟铁链升蹲 今天我们这边都会做 好 那 伴手可以 示范一下这个 群众 你拿那个 轻的电竞帮 不然就 带着这里就好了 然后 好 好 我们做的是旋锤式的 好 那 动作学习他建议啊 他是要放在向上 就是从向上来起 就是从那边开始起来 就是从那边开始起来 对 啊我我现在示范的是旋锤式的 就從這邊 從向上的位置 高於 大概高於膝位 從膝位的位置 上面呢 把它翻起來 對 這個就是上骨 OK 讓它再做一個抓舉 一樣 想著 我們在動作中啊 不能夠想說 我要控制槓的怎麼樣 要想著 我要把我的上胸口 一直往天花板舉高 好 舉 好 把動作自己會跑出來 不相信對不對 等一下大家說我看都知道 所以你要很專心 你要演得很像 你要演得 我是一個沒有手沒有腳的人 啊我 這個 會這樣子往上推 我自己就會做出這些的 或者是這個動作 好 請成為來演中一下 成為OK嗎 OK 好 先上骨 好 背向上 對 然後OK 好 然後再換 抓舉 對 然後我們先站直 我們先站直 好 來 一樣 背向上 拋高一點 對 好 可以 好 就是這樣 對 牠明加油 接棒 對 接棒 對 接棒 就 就 就 摸摸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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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很感激 它只有五公斤這樣 對 把它上來 不錯耶 牠有那個感覺耶 牠有那個協調 OK 可以 來 坐 抓舉 呃 坐 握快一點 差不多 獅子握到這個地方 獅子 獅子 對 獅子 對對對 好 牠上去的時候 一樣 把這裡喔 整個胸腔 取到天花板 好 走 胸腔 對不對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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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握開一點 太多棒了 胸腔 往上去 對對對 對對對 很好 很好 然後 摸開一點 對 把胸槍往上去 不是 在舉槓鈴 沒有 沒有槓鈴喔 對 你要抓住沒有槓鈴喔 對 把胸槍一直舉槓 這樣嗎 對 這樣嗎 這樣嗎 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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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起來 飛起來 帶著 飛起來 對 喔 就這樣 就是這樣 有沒有 你會了 舉重就是這麼簡單 對 就是飛起來 對 就是飛起來 OK 好 好 這就是 舉重 那 不好意思 暫停施硬舉 也就是說 你在做硬舉的時候 我們選擇一個 刀斗 因為 經過 我們剛剛的訓練 早期復健的訓練之後 你已經可以做 他推薦一個 暫停式的硬舉 他推薦一個 叫做暫停式的硬舉 而這個 我們偶爾也會練喔 就是 起來的時候 可能 停在C位 然後 停個2至5秒鐘 再站起來 所以這個就是我的訓練 OK 停 停 站起來 OK 停這邊是要改靠那個 後的設定 對 其實 光是停在這邊 你做這個等長的時候的時候 挑戰性就很高 你會發現 像這個還不重要 如果 不穩定 你力量不夠的話 會漸漸的漸漸的 會軟掉 這樣 這時候就可以降輕一點做 那 為了要減低大家壓力 我們做向上 就向上 停在差不多1 3的高度 然後再站起來 OK 好 大家來學習他們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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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特別補充一下 為什麼要選擇停在膝位 就是他的動作 為什麼他會第一個選擇停在膝位 因為膝位理論上是 力舉最差的地方 因為我再蹲下去一點 我背可以挺 就是可以伸直 可以垂直一點 那我過膝的時候 因為不能撞到膝蓋 所以我這個距離就 開始要拉遠一點 所以 那可是一過來膝蓋 又可以停下 所以理論上 膝位是 就是併骨的前方 是最 力舉最 厭實的力 所以我們可以加強在這邊的斷練 好 好 薑屍前蹲 薑屍前蹲是一個很讚的動作 我非常的喜歡 你來拿來做訓練 因為這樣之前 只要你的身體 只要你的身體 或者是活動度不夠 或者是核心 那個穩定性不佳 會往前倒的話 他馬上就會倒 可是你 你不可能讓他倒 就是說 你的本能反應 不會讓他倒 所以你很容易在這個動作中 學會 要怎麼樣正確的操作前蹲姿勢 如果你是 如果你變這樣 或者是用一般的那種 前蹲的姿勢 你可以用手這樣 你就 稍微滑咧 他就不會掉啊 可是僵屍前蹲 完全沒辦法 你會被逼的要 要這麼挺 好 好 可以嗎 來吧 都不會太高 OK 可以 好 好 好 一 所以全身都是 手 對 都低一點 手不是往前伸 他是在兩側 去保 對 對對對 好 你可以手手 往一點點 對齁 你要多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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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對 你 好 可以 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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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爽 臉紅了 再一下再一下 停一點喔 整個身體再垂直一點 對對對 好ok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我不曉得你們會感覺到 剛剛的腹部會沒有 觸力感 好 拿來 拿來 不錯 好好好 停一點喔 肚子不要伸出去喔 胸腔在往上 沒關係 讓他挑戰 掉了就掉了 哎呀 好沒關係 這只是大家試試看而已 掉了沒關係 好 這真的 真的想機會還要一個樣的時間 好不然就是鐵鍊深蹲 他有特別提到因為 鐵鍊 這邊 這個叫變動阻力訓練 是Louis Simmons 他們這個 這個 訓練的學派 首先開發的 他的道理由就是說齁 你在快站直的時候 因為你有力舉的優勢 所以你的那個 實際上的帶給肌肉的阻力是變輕的 就是 你這麼重 你看 你蹲這麼低的時候 這邊很難站嘛 就深蹲 這樣子站不起來 不會有人站到這裡的時候 哦站不直了 然後就掉下去 對不對 因為上面比較輕 對 這一段能夠負擔比較重 對 這一段能夠負擔比較重 所以 為了要讓那一段 你要變辛苦一點 所以大家就 擦擦一下 然後 地板會吃 吃掉一些重量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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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 你不會在那邊變得太輕 沒有訓練 沒有訓練的效果 哦 對 好 那這個動作呢 也很適合 對他來訓練爆發力 和速度 這樣子 就是你可以有 在原本很難突破的那個地方啊 就是給他加快 速度要加快 速度要加快 所以 然後他 特別提到 他跟Louis Siemens 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我們傳統不一樣的地方 我們的地板 他的鐵鏈會 會 可以碰到地板 他故意不要碰地板 就比一點點空間 所以意思就是說 你在做的時候他會晃 那他會晃 就會帶給核心四季 所以他就晃來晃去的 OK OK 好 然後這邊 站起來都比較輕 然後就越來越重 這樣子 那一般的訓練的話 我們如果做這個鐵鏈訓練的話 我們 我們會用衝的啦 衝的 就是這樣 要起來要快一點 不能夠就是慢慢的這樣 那 這個也是我自己補充 就是鐵鏈 如果要訓練 最佳的訓練到他的爆發力跟速度的話 會鐵鏈的重量是整體重量的四分之一 就假設我這邊有100公斤 有25公斤應該是鐵鏈的重量 是變動的 所以他 站起來是100 下去是75 好 大家可以試試看 這邊 這邊幾公斤 這個鐵鏈 是9的 8才9 8 8 所以有 這邊有 31公斤 32 33公斤 如果你蹲不了32公斤 就先不要嘗試了 好晃的 對對他真的會晃 好晃 衝 衝 對 衝完 衝完 不會痛 OK 好 就還有一隻 還滿 還要負近 還有一個負近 OK 來吧 這是三十一、三十二樓 那第一個 後來墊腳踢起來 放一下 等一下放下面那一顆 再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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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還有行長封分 對,有戳的那個腳套 那種DU 卡 好 好,這鐵線太薄了 哈哈哈哈 還可以碰到 好,不錯 好,小心喔 好 好 OK 那這就是他建議的 四個工作了 接下來就是其他的注意事項 好 好 很多人會問說 該不該使用腰帶 那他的建議就是 希望 如果你 不是力量型 什麼情況下 要使用腰帶呢 就是 你是力量型運動員 才需要使用腰帶 就是你的 主要的運動 你主要的訓練目標 就是增加攻擊力 然後 或者是抓捲 填捲的重量的話 那你才需要使用腰帶 不然的話 他都建議 不要使用腰帶 他 為什麼這麼建議 因為他說 使用腰帶的話 可能就會開始 依賴腰帶來 為你創造腹內壓 所以你的核心 會越來越衰弱 這是他的理由 所以說 如果你不是力量運動員 只是一般球類運動員的話 那你在做重訓的時候 他建議說 那就不要做到那麼重 就不要使用腰帶 然後 而且就算你是力量運動員 可以用腰帶 也應該要穿插 有腰帶的訓練 跟無腰帶的訓練 比方說我今天就是無腰帶 的蹲舉 然後下禮拜就是 有腰帶的蹲舉 這樣子 好 過來是 有兩種 大家很喜歡拿來練 背 背側 後側練的 的動作 第一個就是 Reverse Hyper 過來就是 螺螞蟻 俗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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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攻北 那 這兩個動作呢 他建議 要 改變 改變我們的 動作的方式 就傳統的動作 第一個 螺螞蟻我們可以看 111 螺螞蟻就是長 就是長這樣的機器 應該在街上都有看到 雖然我說我這邊沒有 可是我有個類似的 可以幫我打開電燈 換手可以幫我示範嗎 好 就是我們在做的時候 這個 靠著的部分 不要 不用這個 你要 你要這麼猛 好 不用不用 就是 靠著的這個 不要超過 那個 hip crease的 上方 因為如果超過的話 你下去 你就會被這個電子擠壓到 你就會圓背 所以就是 它就是 hip crease以下 就是大腿伸 這樣子就好 所以下去的時候是 直背的 對 對 就是做一個 髋關節的那個 的區區就好 不要做腰椎的區區 然後就起來 就這樣 OK 好 這個不要鬆上 鬆上的是 腳比較低 對不對 這是角度不同的問題 就是說 你最大的阻力 它會 它最大的阻力在 我們最大的阻力是 水平的時候是最大的阻力 對不對 它那個是最大的阻力是 大概在 也是水平的 但是就是 這個是幾度我也不知道 就是它那個 它那個度 你懂嗎 寬曲的角度 寬曲的角度 它意思是說 把最大的阻力放在 不同的角度的地方 所以 你真的要練的人 其實是兩種都要練 你每一個角度都要去刺激 每一個角度都要去練 就好像 我們做握推 有些人都 要窄握的 還有不同的握法 或者是 驗背的時候 有這樣子握的下拉的 有這樣握的下拉 也有這樣握的下拉 所以你每一種角度都要去刺激 就這個意思一樣 其實有時候 有時候要趴平的練 有時候要這樣子練 好 啊不然是這個 reverse type 你想要是不是 還是 你看 所以換起來 或者是那種 就要讓它 保持 因為是 腰椎是直立 有點難 嗯 真的不容易 尤其在我們膝蓋 伸直的時候 我們的hip 曲曲的範圍很小 所以幾乎一下就會動到腰了 啊這個 就是本體感覺要很 要很強 或者是教練的輔助要 真的很難 這真的 我覺得不容易 不容易 那這個要 已經 可能 復健很完全的人 比較OK 這樣 好 過來試這個 reverse type 這個 這個 健鋒有這台嗎 不知道 不知道 看到了不知道他在幹嘛 好 因為 很可能台南就只有這台 可是這台是 也是Louis Simmons 但是 他 他當年齁 就是因為好像硬舉 還是什麼做什麼訓練的時候 他背就是有個很嚴重的骨折 啊骨折之後呢 他就不 醫生說不能練硬舉 我幹 怎麼辦我硬舉 要破世界紀錄 我不能練硬舉 他就很美瘦 他取代 他自己想出一種方式 來鍛鍊他的下背部 就是這個東西 然後衝刺以後 因為他的健身房太有名了 產生太多的世界紀錄 都從他的健身房的選手出來 所以大家都把他的訓練方式奉為規念 那這個東西 就是其中一個 我們對他們來說很重要的輔助訓練 趴著之後 把兩隻腳穿進去 好 那 他的原版裡面呢 就是你整個身體趴平 然後 我們把腳往後抬高的時候呢 要整個豎脊肌都 收縮起來 要掛槓片 從前要掛槓片 而且他好像盪了狐狸這樣 要順著他的這個慣性 所以不是慢慢做喔 要盪了 是這樣 這頭也要動 頭也要動 所以你要感覺到這個 保持扭球對不對 他建議是什麼 他建議是這樣 他要把他擺成這樣 就是用手肘把自己身體撐起來 就是用手肘把自己身體撐起來 就這樣 保持扭球 對 他盡量只動髒關節 他也是用晃手肘 對 呃 他好像沒有特別提議 要晃到裡面 是很重要的 如果是在那邊就沒有辦法在那邊晃了啦 可能是吧 可是有負重 他已經固定了啦 那他怎麼晃 你要借那個晃的力量也是可以啦 對 啊如果你就是控制還不好的話 就也是一樣建議不要晃 像我們在教 我在教育的時候 也是一開始的時候 先慢慢做 先不要去 借那個慣性 對 好 啊如果這個都 稍微示範一下一下就好 還是有想要吃 對 要不要試試看 先踩那邊 先踩那邊 你可以先踩原版嗎 好啊 另外只想踩八咬這個 最八咬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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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好 抬起來 可以可以可以 很好 啊整個整段都要收縮 所以你的這個 這不容易啊 本來胸罪就有厚度 你反而都能前刀也不容易欸 OK OK 好 OK 好 啊梳上反 OK 啊梳上反的沒錯 啊忘記了 啊不然梳上反的再做一次 啊梳上反的再做一次 為什麼梳上要改成那樣啊 啊梳 這樣子的話 那個啊 台灣U2 就台灣U2啊 對啊 而且下背壓力也比較大 對不對 你可以想像 你越平抬起來最重的時候 就只有在那邊 啊這樣的話壓力就比較小 梳上反的 對對對 好累喔 哈哈 OKOK這就是書上板 好像抖的感覺 好這個 這個動作也不是他自己發明的 是一個叫做 我忘記叫什麼 反正也是一個很強的那個 建立選手 發明的這個動作 因為他可能也覺得趴平他的腰 不舒服 所以他就變成是這樣子 頭要跟著牌 就是像香蕉一樣起來 胸口不用 不用 壓力 你會覺得壓力 集中在這一塊 對 好 很難耶 OK 好 余霖你要不要試試看 好我是原版 好你是原版 這裡 這裡 原版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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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拿到嗎 對 這樣 然後笑一下 抬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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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好 OK OK 所以大家就說 螺螞蟻跟那個仰臥直腿後把 就是Reverse Hive Up 可以這樣子修正 後來就是 要不要伸展大腿後側 他有討論的蠻多的 那總結呢 他列了很多paper 那總結就是 有一個荷蘭的研究有指出 有背痛問題的人 大腿後側的大腿後肌的柔軟度 比腿後肌過緊的人還要差 但是肌肉的鋼心卻沒有比較高 就是他背痛 他腿後就會很緊 通常都會發現這種現象 所以我們 弄了完SFMA 弄完以後 到底後肌太緊 就開始想辦法把他的那個 ASLR 弄好一點 背痛可能會減緩很多 可是他覺得這個 他覺得這是本末導致 是他的腿後肌很緊 可能是背痛造成的 因為背痛 會 背痛讓大腿後肌的柔軟度更差 根源是因為神經系統的無法正常運作 那 他們就沒有所謂的正常的柔軟度 所以他身體看起來很像 他的身體 看起來好像是肌肉緊繃 可是其實是因為他是疼痛 或者是受傷 那 用一般的改善柔軟度的方式 比方說按摩或者是伸展 並不足夠 就是並不足以改善他的這個 很緊繃的問題 OK 所以應該是要先解決他的背痛才對 那剛剛有一句話說 有背痛問題的人啊 大腿後肌的柔軟度 比一般人還要差嘛 對不對 可是肌肉剛性卻沒有比較高 這句話就講 我們有一些訓練 比方說像鑑定的訓練 他就覺得他柔軟度好差 他那個舉手舉不起來 可是他的這個 他的這個柔軟度差 其實是會幫助他 提升他的剛性 所以剛性就是之前有講到 剛性就是要用多少的外力 來改變他肌肉的形狀 就是剛性越高 需要的力量就越強 可是他呈現的兩個結果就是相反 就是他很緊 可是他剛性卻也很差 那想要增加他大腿後肌肉軟度 他建議是使用動態熱身 只要能夠提升心率 刺激血流流向肌肉 就可以發生觸變效應 那觸變效應的內容呢 這也是我第一次遇到的詞 觸變效應的內容大概在118頁 他就說 活動 在休息的時候呢 是比較硬的凝膠狀態 那活動過後呢 會變成軸韌且接近異體的狀態 這叫做觸變效應 就是基本上 只要有提升心率 都可以發生這個效應 好 最後是 花了一些時間 最後是我自己的補充 那他裡面有用鐵鏈深蹲嘛 其實我會建議 有很多的就是負重行走 可以更能夠挑戰 這種不穩定的訓練 就比方說你背著鐵鏈 你不是做深蹲 你會發現你剛剛做蹲 還沒有什麼穩定性的東西 是扛出來 跟扛回去的時候 不更化 所以其實 做負重行走 是更好的方式 那 過來是 使用腰帶的 贊成派跟反對派 剛剛他 這本書我基本上要把它 列成反對派 他就是說 你 沒有必要 就不要用腰帶 因為腰帶可能會 讓你依賴腰帶 弱化你的核心 可是 幫我拿那個 那個 那個 SPD 我的SPD 應該是用法的問題 對 其實是用法一種 對 然後感覺最後 有一些 有一些 運動也不適合 戴著腰帶 所以戴著腰帶 做訓練 然後 在有腰帶床下 才會發力 才會發力 可以打一種 戴著腰帶很緊 有辦法好打 像我們何老師 何蓮老師 他就是腰帶 戰 戰成派 我們 我們 是一般的 呼吸 剛剛法式訓練 法式操作 是不是 繃緊對不對 可是有腰帶的狀況下 我不是繃緊 我是要 有聽到聲音 要推他 這樣子的感覺 要推 好像要把他推斷一樣 這好像不是我的 剛剛就是 沒關係 所以 推他的時候 你等於是 你在做核心的 額外的訓練 所以他認為 這樣子做的話 更鍛鍊到你的核心 所以 所以意思就是說 我用了 鍛鍊到 所以我不用的時候 會更強 意思是這樣 所以他是 戰成是 就是從空槓 你就必須要練習 先推 推好了 然後做完空槓 然後40公斤 80公斤 然後今天蹲到100公斤 都要使用腰帶 因為這個動作 也是需要熱身的 需要大腦開擠一下 好 那最後是我自己補裝 就是 就是有關 因為他是用 舉重的訓練 來增加速度跟爆發力 我們有一個東西 叫做速度 力量曲線 這個曲線 就是說 在所有的阻力狀況下 我都必須要 盡可能加快我的速度 或者是 在所有的速度 狀況下 我都盡可能要 增加我的力量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你舉重 其實就是 可能拿50%至70%的 最大力量 來做 加速的訓練 這就是舉重 那還有一個 0%的主力的話 就是要做跳躍 增強式訓練 彈症式訓練 這樣子 所以 你要變得 有速度 有爆發力的話 其實是 不管就是 什麼樣程度的扶重 比方說 你要丟 丟要求 然後 做舉重 40公斤 50公斤 甚至是 深蹲 像那種 鐵鏈式的深蹲 做到 最大阻力的可能 80% 90% 然後做快一點 這樣 所以這些 所有層面 都應該要訓練 好 有沒有不同 好 肚子 OK 那我介紹一下 舉重的腰帶 使用方式 那個 那個 幫我拿 你有沒有那個 前夕後 他的腰帶 我自己的 對對對 好 你的腰釋放 沒有 你釋放 不然拿我的 你拿我的 我釋放 這個是 剛剛我 我用的是建立的方式 就是遮住肚臍 在肚臍上 啊 不要擋住 卡骨 擋住 卡骨 就卡住了 他沒有辦法束更緊 可是舉重 是要包在 卡骨上 舉重是有點 略為遮住 卡骨 這樣 這樣 在這裡 然後 本身 你也不需要特別去處理 對不對 大家看嗎 反正你就做你自己的事情 舉重大部分呢 都不會往下吸氣 我們都是吸到胸口 都是這樣 然後你就感覺 欸 這邊其實還是有點張力 然後 你的靈活性不會被破壞 那啊 而且你可以 發出來的力量也會變大 所以這是舉重的用法 可是很神奇的是 當你把他哭上面一點 你把他哭到這裡來的時候 整個動作會變得超齊 就會覺得很卡 很出力的感覺 這樣 我也不懂為什麼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可是就是 我們的去年的經驗就是這樣 所以你看到那種比賽的時候 那種大量級 尤其大量級的那種舉重比賽 你都看不到他們的腰帶 因為他們都綁很下面 他肚子都遮住 就像 有點像我現在這樣子 他可是大量級的建立比賽的時候 你都看得到他們的腰帶 他們都繫在肚臍上 所以都看不到 他需要更大的負負壓 去穩定這一段 所以他叫腰帶 他可是如果是一般 一般人 或者是一般 夜夜裡的 他的意思是 如果你是要克服腰痕的話 我覺得身上的問題 也叫克服腰痕 對 所以他如果要一個東西 然後往外定 才能夠保持合心肚臍的更緊 可是沒有這一條 沒有這一條那個定 你不可能是 合心肚臍可能是往外定 所以他意思應該是 他建議就是 正常的運動員 正常這種玩意 不用腰帶 去做腹腫的訓練 好OK 那今天的補充就結束了 那那個就下一半是